平常我們出去工作或者採訪 我們需要一部Notebook 但我們選擇一個Notebook電腦究竟有什麼要求呢 因為我們平常出TripleMod 很多時都會連電腦、攝影器材、腳架 可以更新的 因為這些是不可以寄倉的 所以我們很需要一部輕的電腦 但輕之餘也要有Performance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要處理相片 和在上面我們都要剪片 所以電腦也要快 要輕 最好使用時間夠長 原因是如果我們坐飛機十幾個小時 我們都會在飛機上處理一些稿件 或者是看電影 一個長時間的電池使用時間是必須的 那有什麼電腦可以有齊三個要求呢 現在我手上這個WOW的SX12 就滿足到我們這一類要求的用戶 那這個WOW的SX12有什麼特別呢 那這個WOW的SX12其實它的機身 就是和之前推出的SX11是一樣的 比一個A4只小小小的機身 但是它由於做到平邊的設計 那畫面的尺寸是做到12.5寸 但是機身仍然維持是一個11寸的機身 那跟很多人平時你用的13寸的電腦來說 幾乎是小了一個碼的 那但是畫面的大小呢 就做到差不多大小 那這一部機身有什麼特別呢 那我手上這個呢 是WOW慶祝五周年推出的 聖式特別版 那大家會見到這個 屏幕的背面呢 是一個很漂亮的紫色來的 那如果你近看呢 你會見到有少少好像拉絲那樣的質感 那什麼叫聖式呢 那其實聖式呢 那其實聖式呢 就是在日本古代呢 武士打勝仗回來之後呢 在盔甲上面慶祝 就是一個打勝仗的顏色 那代表幸運的意思 那在日本來說呢 就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手工藝品 或者是一些摘染的布呢 是會用了這一隻 好像紫藍式的聖式呢 去做一個他們的 幸運的顏色的 那講到這個WOW電腦的設計 那這個設計來說呢 那基本上呢 首先它是899g 那其實是很輕的 大家見到 那它跟市面上一些很薄的電腦 有什麼分別呢 現在市面上 雖然很多薄的電腦 都聲稱輕過1KG以下 那但是呢 輕之餘呢 現在很多新的電腦 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們用了USB Type-C 去做它的連接 那可能有些有到2個 或者4個USB 但問題就是說 USB Type-C 很多時候 你連接不同的裝置的時候呢 你都是要 帶一些自己的 當局 或者是 去用的 如果你沒有帶的時候呢 幾乎 你就做不到很多東西 那但是這個 這個WOW的SX12 除了它的機身很小之外 但是它仍然是保持著 它齊齊所有摺頭的優點的 那有什麼摺頭是特別大家要留意的呢 因為很多薄的Notebook 是做不到一個VGA頭在裡面的 那因為VGA本身有一定的厚度 那但是WOW的SX12 是仍然有一個VGA頭在這裡 那這個VGA頭有什麼作用呢 那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去一些不同的公司 去做Presentation的時候呢 那你不知道對方的 會議室啊 會有什麼的設備 那最基本上 那些投影機呢 那你未必知道它是新啊 舊的 但是如果有一個VGA頭在這裡 就算一些很舊的投影機 基本上你有條VGA線 那就可以插到下去 那就可以用到你的投影機 去做你的Presentation 如果一些新的投影機 或者是 monitor 就可以用回HDMI 那有兩種方法給你選擇 除了這個VGA頭之外 那這個SX12呢 仍然是會有一個LAN頭在這裡 那現在很多人都說 我用Wi-Fi 那究竟LAN有什麼用呢 很多時候 你去一些酒店啊 或者我們去做採訪 在那個Media Center裡面呢 當同一時間 太多人用Wi-Fi的時候呢 其實真的會很慢的 或者可能在酒店房 你的房間尾收得不太好的時候呢 那個Wi-Fi也都會很慢 那所以呢 會有一個LAN頭在這裡 那你基本上 如果你的酒店房 或者你去到那個地方 是有LAN線的時候呢 你插一個LAN線 那就可以保持你傳送的速度 那HDMI也都有啦 SD卡的卡錄帶也都有啦 那今次SX12呢 就加一個USB Type-C的頭在這裡給大家 那如果你說 我有一些Type-C的裝置啊 或者有一些Type-C的電話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Type-C的連接 除了駁電腦之後呢 亦都可以透過這個Type-C去做一個充電的 那另外這一邊呢 也都有兩個的USB 那整部機是三個USB 那基本上 整部機的連接性呢 是相當之足夠的 即是相比現在外面有很多薄的機器呢 那你起碼不需要先戴Dongle 萬一你說以前的機器 我忘記戴Dongle用不了 那這個SX12就絕對沒有這個問題 那很多人都擔心 其實一部這麼小的電腦呢 譬如它那個鍵盤那個鍵盤 打字起來呢 會不會手感很差啦 因為市面上 有些很出名的 很薄的電腦 其實這個鍵盤打字呢 那個 那個沖程 我們叫做 那不是很足夠的 打上來的手感就不太好 那這個SX12 它那個鍵盤呢 那個鍵盤 即是鍵和鍵中間的鍵距呢 是有19mm的 還有是一個下沉式的鍵盤 即是你打下去的時候呢 你會有一個 打下去 機械鍵盤的那種感覺 那那個手感是相當之好的 另外其實這部電腦呢 當你揭起皮膜的時候呢 你會見到那個皮膜的底部 是會浪起了那個鍵盤部分的 那變成你打字 起上來的時候呢 那個手感呢 也是可以保持得到 還有那個手腕呢 是可以 浪到在那個電腦上 那變成長時間打字的時候呢 那個手腕呢 就不會那麼重負擔 那麼發覺得累的 那我講返這個 這個SX12的基本規格 由於這個 一個聖式特別版 那它的規格呢 這是使用了 atan XYZ12 可以選擇的高omp 的一個規格來的 包括有這個i7的 1565U的處理器 內置是有 16GB的記憶體 還有512GB的SSD 這部機 基本上它有一個 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那個火牛 一來那個火牛的尺寸不是很大 第二樣東西它的設計 就是火牛上面其實都會有 一個USB頭 那這個USB頭 如果大家有用手機充電 基本上你就不需要 再帶多另外一個 USB的充電器出外 因為它那個火牛上面就有 一個USB在那裏 如果你說我拆回手機的充電線 就已經可以幫你的手機充電 那你變成 去旅行或者出席的時候 又拿少一件東西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SX12呢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這部機充電器 其實它是在日本製造的 那這部WIO SX12 就是在WIO 在日本長野遠安潭野的工廠去做 安潭野的工廠是什麼工廠呢 其實這個工廠一向就是 做開WIO電腦的 當WIO獨立了5周年之後 其實這間工廠仍然是運作中 但是這間工廠呢 就會是專門製造一些 比較高檔型號的WIO電腦 那比如好像這個SX12 那在安潭野的工廠裡面 它們是做了超過50個工序 去測試部機有沒有問題 和整個Finishing 做得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 部機出廠的時候 是做到零瑕疵的 就知道做過了 就是一個很容易還要做的 你可以做一下